徐州的薛女士通过电台征婚交友认识了刘某 两人认识不久便同居了 不料同居没几天 薛女士就发现自己放在家中的6500元现金不见了 随即报了警 事情发生在10月8号 薛女士回家之后不仅发现一大笔钱不见了 而且男友刘某也消失了 刘某这个男子还给薛女士打个电话说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薛女士怀疑偷钱之人很可能就是刘某 民警接警后立即立案调查 并于15日下午将嫌疑人刘某抓获 归案之后 刘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被警方刑拘 在这儿呢 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轻易将了解不深的朋友带回家中 以免给自己的财产以及人生才来危险